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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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就是在这个成熟的年纪里 一恢复得差不多了 就腿稍微弯上去有点奇怪而已 跟她打个招呼 好的 欢迎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 我们来的金文婷家庭 欢迎你们 大家好 帮我回忆一下 上一期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们还在这里 我上次没有牵手成功 回去反思了一下 首先是我们那个二线场的女嘉宾 都太狠了 我抱的那时候手就很慢 然后就没有抱成功 这一次我如果遇到了新的男嘉宾 我一定会放手一搏的 妈妈要表达两位 孟老师 上次我女儿没有牵手成功 有两个原因 一是我上次来 我 老公是看孟老师 就是 我的心事全放在了您的身上 忘了给女儿找对象了 你主要是来看我的 把你闺女忘了出来 因为我女儿长得像奶茶妹妹 所以我今天亲手泡了好喝的奶茶 先送给对面的亲家 好的 好的 喜欢用甜甜的奶茶俘获你们的心 亲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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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关注我们了 你们 请关注一下我 孟老师的脚有点不方便 喝杯奶茶不不生死 喝一口 喝一口 喝完奶茶之后 都可以像女嘉宾一样 变得美 就像ABC一样 可以活出健康美 才是真的美 好的 我很同意你的话 有喜事 喝好酒 郎怀特殊 相伴永久 有请今天的一号家庭 大家好 孟老师好 天哪 仙女 这个是 大家好 我叫赵美璇 现在在北京工作 是一名短视频自媒体人 我喜欢帅气又才华的男生 她不要大方脸 身高1米78以上 如果会点音乐 那就更好了 可以啊 骨折 这是赵美璇妈妈 嗨 大家好 我是赵美璇的母亲赵舞梅 我希望找一个男孩子 也要有自己的事业 我现在想给大家献一首舞蹈吧 我们怎么献到为了祝福店 献一只舞蹈 献一只舞蹈 啊 啊 观看 啊 妈妈可以啊 妈妈都不看 抽了 抽 你也知道的 好的 欢迎 来 请就位 来 欢迎二号家庭 大家好 你好 你们好 弟弟好帅 这个 好帅 欢迎你们 这个时候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王楚楚 我理想和另一半是战友型情侣 生活就像打仗 只定谁先阵亡 但如果遇到困难 枪林弹雨我们一起上 今天如果遇到对的人 就赶紧把我带走吧 你为什么要把好好的爱情 和婚姻说得血淋淋呢 像打仗 不知道谁先阵亡 这是楚楚的弟弟 对 大家好 我是王楚楚的弟弟 别看我姐吧 她这个长相平平无奇 但其实闪光点非常 你别看到那个气量虽然有点小 但是她脸大 对 那个情伤虽然比我低了那么一点 但是她体重没比我差多少 对吧 这个弟弟是轻的 对 那肯定 姐姐最厉害的那就是揍弟弟 那功夫相当的棒 最后就是 择偶标准千万条 善待弟弟第一条 姐夫不对弟弟好 弟弟合着两行类 一定要关注二号 找一个好姐夫 好 欢迎你们 请就位 有请四号家庭 好 千千好 孟爷爷好 叔叔阿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台湾的林婷君 那我在恋爱中有几个小怪癖 第一 第一 我喜欢咬男孩子的手 第二 我喜欢手长大的男孩子 第三 我喜欢在我面前喜欢撒娇的男孩子 只要我喜欢你 不管你有没有钱 不管你养不养得起我 没事 我来养你 酷 很特别的一些要求 咬人可以吗 我觉得怪怪的 怪怪的 这是林爸爸 林妈妈 孟爷爷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个性是很好爽的哦 所以我喜欢以酒会友 也喜欢唱歌 今天我特别 带了一组 藍牌特曲的九组 这也是全中国最好喝的酒 三个字形容 龙 醇 香 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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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大家一起喝藍牌特曲 喝到爽 唱到翻 不用注意 有爱情 你带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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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短 这次带麦克风 特别好 我要说一下 这是在这个台上 第一个展示残忆的女嘉宾的爸爸 以前全是妈 来 林妈妈是哪里 我挑选大陆的女婿 是要有男人味 像是聂远 她的长相虽然一般 但是她很man 很霸气 尤其她演的皇上很好看 那我也希望我的女儿可以当皇后 你觉得皇后没事咬皇上 皇上能干吗 那希望在座的男嘉宾呢 选我女儿 四号林婷君 好的 谢谢 谢谢 欢迎你们 来 请出座 四号 四号 有请五号嘉宾 大家好 大家好 真好 我特别喜欢这个风格的人 身材超棒 大家好 我是刘芷 我来自香港 大家可以叫我小米 我之前是香港羽毛球的青年代表队 我向往的爱情是像打羽毛球一样 就是有来有往的 因为我很喜欢音乐的 我也是音乐人 所以想找男生许了运动以外呢 还要喜欢音乐的就好 运动加音乐 哎呦 那肯定报 就送完美了 好冷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姊姨妈妈 我叫Frankie 我喜欢买房 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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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是什么 买房 好 还有就是我喜欢再想买房 买房 买房 我很少听到有人把买房 作为一个兴趣爱好的 要是我女儿跟男子们亲手 你到香港来 我的房子 你可以随便跳 是送给你的 这有打动到你们吗对 对 这有 有 你是被房子打动了是吧 大家好 叫Amy J 今天来是帮我干的人找一个高富帅 高富帅 我特别喜欢你 是吗 爱死你了 你帮我一下 那可以的可以的 我跟你说 不要 哎呀 太太太 可是我还能签走成功 我就想签你回家 你把我签回家 我想问一下 香港的房子 是不是随便我挑 我也有 太好了 太好 不卖签主持人们了 好 欢迎您们 请进位 有请6号家庭 买房 走 欢迎你们 做个事后介绍吧 我是6号刘雨萌 然后毕业于悉尼科技大学 今天来到新乡亲大会 希望找到一个饭菜他会做 家务他会帮 体贴话又少 默默对我好的男生 像我爸爸这种 刘爸爸说两句 今天来到新乡亲大会 对 我就用四句话 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情吗 老师 好的 来啦 来啦 相亲大会 人气高 孟非存夜 坐月老 父母女儿齐上阵 玄德佳戏 好环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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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听这气谱 霸气 欢迎你们 来 请入座 本场女嘉宾 将获得由广玉远定 婚单提供的定制礼盒一份 所有家庭 请就位 本节目所有家庭 由随时随地视频 相亲的真爱APP推荐 大家可以通过真爱APP 报名参加本节目 感谢独家网络视频平台 优惠视频 让优惠看新乡亲大会 观看更多幕后花絮 及精彩内容 欢迎进入狼孩特区 新乡亲大会 本节目由来自四川农乡正宗的 狼牌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有喜事喝好酒 狼牌特区相伴永久 海岚之家男人的衣柜 本节目由国名男装 海岚之家特约赞助播出 正品拼购上苏宁 微信搜索苏宁拼购小程序 领188元新人礼包 喝口长知识了解锁恋爱新方式 本节目由君乐宝 长知识了知识酸奶 指定播出 有喜事喝好酒狼牌特区 相伴永久 有请1号男嘉宾 挺好的 都是圆脸 高脸 手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手 手不够高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 看到男嘉宾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 胖男嘉宾 姐夫好 姐夫好 我妈妈就喜欢这种胖嘟嘟的 莫菲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林凯亮 今年31岁 来自于湖南 我祖籍是湖南 你要跑吗 我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我是一名连续创业者 因为长时间是 居入定所在漂泊当中 所以现在一直是 单身 所以我希望找的对象 是一个 她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对未来有长期规划的 一个女生 谢谢大家 不就是我吗 我也这样 我也这样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也不是我的类型 你的亲友团是 有喜事 喝好酒 这里是狼牌特区 幸福守护区 有没有觉得 这位完全不需要介绍 对啊 孟严 你看看她跟她 是不是一模一样 我好像发现了点什么 这不是一样吗 我好像发现了点什么 对 好好好 她是你爸爸 你介绍了你自己 孟严爷爷好 我是林凯红 是林凯亮的孟严哥哥 亲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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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每次上来 一个漂亮的嘉宾 这个我觉得不错 我觉得很适合我 就自己已经直入带入了 我觉得你们家打的主意 是一与两吃是吧 没错 如果我觉得我不合适 那里有合适的 对 大小同吃 边上那位是嫂嫂还是 没有 她是我的前同事 她也是我们公司 为数不多的 也是湖南人 就是我们过年回去的时候 去的时候 听说她要来上这个节目 我就想说 我就跟着一起来看一看 好好好 正品拼狗上苏宁为爱而拼 下面选择心动家庭 好的 选一个 不喜欢这种 这不是我的喜欢 好 3号 妈妈 哎呀 拿下片 看阿姨是不是有点清晴感 阿姨一看了我就觉得 非常有亲切感 对的 多么小眼睛 想像中的赞母娘一样 是不是 还有你叫林凯亮 林凯亮 对 阿姨的阿姨也有个林字 然后我的微信名叫林汪汪 这也能凑得上去 阿姨看好你 好 你妈是特别喜欢她 她真的喜欢这种类型 这位嘉宾 刚才听你在讲话说 你一直在创业 请问一下 你到目前为止 你的创业是成功 还是算有小有成就 还是算不错 还是算不好 激励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业了 一直在创业的过程中 我是属于算小有成就 好 我喜欢这种 一直创业这一句话 让我很感动 我不感动啊 我怎么说 屡败屡战 我不用不用怕 打一次仗就失败 她就整个垂上了 但是你还是算小有成就 但我相信 你小有成就会变成大有成就 因为你很有毅力 很有恒心 谢谢 我问一下你酒量如何 酒量一般 但是我从来没怕过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 我喝得出去 对 我不会喝 我还不会醉嘛对不对 来 刚才5号 5号举手的 我说还是她说 哪个国语好 哪个说 那我好一点点 那你就说 男嘉宾你好 对 那我们的家庭就是主要 喜欢运动 打那个有毛球 还有干妈喜欢跳舞 这有没有一点点兴趣 那我太喜欢运动了 这太对我口 那就很好 对 我简直算是 一个运动狂 跟你说 那你就跟她妈妈打一下好不好 可以 没问题 对 对 对 把鞋脱下吧 把鞋脱下吧 现在就来 对 妈妈加油 你要露馅了我就救不了你了 现在就来 你看阿姨今天漂亮不漂亮 漂亮 我没有见过穿旗袍打球的预运动员 我也觉得很奇怪 很好 哎呀快 团队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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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好厉害 一开始练加 2比0 不行 男嘉宾不会羽毛球 有点紧张 3 3比0 好好好 比赛到此结束 拥抱一下 小姨还可以 你平常喜欢什么项目 极限运动 潜水 滑雪 我告诉你 在这个台上说喜欢什么运动 就说你这种项目比较好 因为没有办法马上验证 我喜欢潜水 你打我前一个 你说你喜欢羽毛球马上你打 好 我们来看男嘉宾的可片 不知从何时起 每天都像如此的忙碌 不是加班加点 就是出差谈生意 每天醒来都不知道在哪个城市 忙碌的生活也许会让人一直消沉 但我从不任命 竟然选择忙碌 就要活得精彩 他在打拳 我是林凯雅 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 回国后开办了一家传媒公司 同时投资经营两家健身房 现在也和朋友合伙 共同演员发互联网科技项目 我也在美国流行 我也是做传媒的 很配 好配 我感觉 目前密斯已拿到了数千万的融资 我也在2015年获得了 本阳市优秀创业者的真号 2017年真是跨入了百万年薪的行列 商业的节奏太快 太喧嚣 为了调节自己 我迷上了极限运动 潜水 滑雪 从北欧到南洞 三本护照 全部用来寻找世界各地的孩子 好厉害啊 在水下 我打开了新的世界 我的终极目标是从事生态保护 和野生动物保护 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好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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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谁是谁 好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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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啊 严格来说我谈过两段恋爱 我更喜欢第一段的女生 我承认最初是因为她的颜值 和她的外表跟她在一起 但是久而久之我发现 我更喜欢她性格上的独立 一所能及的事情她都会自己做 连电脑坏了 她都会自己想办法去修 我最多只能花20%到30%的精力 来谈恋爱 不行 我最少要一万 所以我希望未来的女朋友 一定得有自己的生活 这次来参加节目 希望能够遇见那个对的人 谢谢 谢谢 她说的条件 跟我们设置的条件完全不一样 王楚楚爆灯了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觉得我跟你非常合适 所以我才选择毅然绝人的爆灯 首先我之前也在美国念书 然后我祖籍湖南 然后目前我在上海工作 你能接受未来我在上海工作 然后偶尔我们花时间在深圳 或者北京碰面吗 完全不建议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到处四处奔波的一个生活状态 我觉得距离完全不是问题 我也会完全支持你的事业 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忙 好 谢谢 好甜 根本就是为了梨而色的 这个男生是为了梨的 真的这个顺着这样走了 对啊 没办法 看了片子还有问题吗 楚楚爸爸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女儿有点小年人你能接受吗 小年人可以接受 大年人就不能接受 这个尺度不好掌握 他们在黑我 王楚楚的弟弟 男嘉宾 你好 您好 你会积极在漂泊当中吗 那我姐姐她虽然是一个 有独立性格的一个女生 但是她可能也会需要一点小安全感 我想问一下这一方面 您怎么去给予到对方呢 我觉得安全感对我来说不是个问题 因为我是有个天然的 喜欢保护女生的这种类型的男生 我会给她充分的安全感 无论是她现在还是未来 然后我不知道你这个小年人 有大年人的一个尺度在哪里 也希望您在这方面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因为我还是很希望姐姐 是有一个人可以照顾她 保护她的一个人 我来说明一下年人的尺度 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谢谢 我希望她是第一不要影响男生的工作 第二要分清场合 太年人了不太适合她 因为她工作比较忙 我怎么觉得你比她可可了不起她 我问吧 6号爸爸 男嘉宾很优秀 那么男嘉宾自己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吗 我的缺点就是 可能有时候太过 可能会有一些自我 会有一些自我 这个抱得有点亲善是真的 很耿直地告诉大家 就是我对于我认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我会可能会有一些偏执 但是这也是创业者的一个特质 很同意 非常同意 你看她那个有点咄咄逼人的那种感觉 我不想接受太自我的人 刚才那个片子里边你说最多拿出 你会用20%到30%的时间来谈恋爱 没错 因为我的工作是经常跟数据打交道 然后我对数据也是非常敏感 所以我觉得我能明确到20% 我对我的时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 她找女朋友只是把女朋友加到她的计划里面去 她是计划好让你进来 对 跟她在一起这样 是这样 孟爷爷 我是5号 刘志盈 可以把我的声音放出来吗 把5号的声音放出来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如果我说我也是只是给你20%到30%的时间 你可以吗 当然愿意 可是我做不到 那如果我真的很需要你的时候 我已经超过30%了 你愿意过来陪我吗 可以考虑的 可以考虑 我好想灭灯啊 感觉她不适合谈恋爱 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拿出20%到30%的这个 陪家人的时间 我想就是问一下 你这种状态你要持续多久 我会给自己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 大概是5到10年的时间是这种状态 之后呢我会把我的重心 偏向于自己的家庭 非常好 我相信凡是到后面的 其实先苦后甜 其实我的家庭条件也不差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给自己找麻烦的人 去锻炼自己 我希望人这一辈子很短暂 我觉得要做一些有影响力 有对社会有价值的一些事情 我希望我的那一般 在这个人生价值观是跟我一致的 特别好 我能理解他 你是爱上他了吗 刚才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他的这个愿望 我们可能理解没有问题 但是稍微有一些生活常识和经验的人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他今年31岁 5到10年之后 算一下40岁左右 那个时候无论他做什么 有成就还是没成就 成就高还是成就低 40岁应该是一个男人在社会上最忙的时候 他哪怕就是做到上市公司了 我告诉你 只会比现在更忙 如果说他破产了 他必须去洗盘子才能养家 他也会更忙 所以我碰到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会说 我现在奋斗 我现在奋斗就是为了在我40岁的时候 退休带着我心爱的人环游世界 这都是年轻的时候说说的话 40岁肯定是最忙碌的时候 对 没错 门爷爷说的没错 4号 我一直在思考 然后看你的回答 看你的反应 智慧 对 我觉得确实达到我的要求 可是不达到我的要求 但是我女儿是喜欢一个撒娇的男人 但我一直在看 你这样没办法去撒娇 对 其实这个有一点误解了 就是在如果我女朋友生气的话 我也会去表现一些卖萌的一些姿势 去哄她 可能会有一点肉麻 但是我不介意你来一下 第一个一年拍 第二个二年拍 第二个二年拍 好可爱 你怎么彩的 张起来蛮好看的 本人就是真的不太 喂 喂 孟爷爷 你是 我是几号 4号女嘉宾 你是4号 对 然后我想要出去跟她比一下 手掌大小跟身高了 来 我们让4号女嘉宾 带着面具出来一下 好 她喜欢手 手吧 你好 你好 我可以跟你比一下手掌的大小吗 好 太小了 不是我喜欢的心 希望妈妈可以灭灯 然后我在里面也要展达一个讯息 就是3号女嘉宾也希望她妈妈可以灭灯 来 女的任务完成了 谢谢你 3号 不能 不是啊 这个问题不喜欢你也没办法 老妈体验退后的感觉 我们要遵循 她没有灭 你现在去 等一下 接个电话 喂 你好 孟大哥 我是1号女嘉宾赵美璇 您能帮我把声音放开吗 1号的声音扩出来 我希望我阿姨把灯灭一下吧 1号 好 不好意思 4号也要 4号 4号也要灭一下 4号也要灭一下 想点办法 现在留灯的是2号 4号 5号和6号 估计你进入到了反转阶段 现在灭掉两盏灯 谢谢 把我的灭了吧 我刚刚已经拒绝了 看看两个家庭的背景资料 王楚楚27岁 广告公司客户总监 林婷君23岁 家族医美企业管理 见面随时随地 可以实时视频相亲 下面进入真爱APP甜蜜情报环节 接下来这段话可能会引起 严重的家庭纠纷 但是我不负责你们自己的钱 在以前的时候 我爸就适不适合过几天就会 儿子啊 今天有没有跟女朋友去哪里玩 发几张你们合照来啊 或者你不发合照类型 发你女朋友照片也可以啊 给我看见 天天对着你妈的黄脸婆 我 有点累 眼睛有点酸 给我洋洋一眼 大礼票 男嘉宾好 我是林婷君 我呢睡觉的时候有个小怪癖 她是条陪我长大的小贝贝 然后睡觉一定要有她在身边 才帮我睡不着 真的很脏 但她已经陪了我十几年了 所以不管是出国去旅行 我都会带着她 这个林婷君的怪癖真的还挺多 怪癖女王 13位中药组方守护咽喉健康 下面进入蔓延树您提问时刻 在你们看来 最希望你们女儿改变的是什么缺点 或者是你们自己都不能容忍的缺点是什么 2号 就是我觉得作为弟弟来说 我对她最大的一个觉得她需要改的 就是其实也是偏执 为什么说她偏执呢 是她其实在很多时候她认定的事情 她也会就是很坚持地做下去 也是会逢管对错 我先做 好嘞 四号 我曾经刚才有一段小征执 因为我本身是医师 我当然希望我孩子也能够从于这一条路 她跟我唱反 反调 然后她就故意不练书 她是片子 但是有时候再想起来 她那个片子跟我这个片子是一样 我的事业也是屡败屡战 从失败里面再拿个经验 再继续再做 终于我也是小有成就 所以说我刚刚一直在思考你 我是希望我女儿会选女 你妈妈是我喜欢的类型 海澜之家为你打造满分第一印象 有请2号 4号 爱不爱的爸爸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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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品品购上送您为爱而平 看一下刚才他们选的心动家庭是哪一个 为什么选4号 因为之前嘉宾出场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成熟和稳重 然后你爸爸和他的家庭氛围啊 给我的感觉非常好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想问一下你旁边这个姑娘她来没有说过话 我感觉她到上这个节目是为了不想上班 我跟你讲完全不是 刚刚所有她弟弟的所有的答案什么性格缺点 她像一个假哥哥一样没有一个是答对的 可是只有这个女孩每一个说的都跟她说的一模一样 来 姑娘你说一下为什么选4号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说2号的女生会比较适合凯亮 哥哥选4号说不定是她自己 是哥哥喜欢4号 对 我就喜欢她 你应该带这个姑娘来让你哥哥在家看电视 好 来 两位女生 凯亮 你好 你好 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其实我刚刚在里面已经激动了很久 我的激动是因为我很难得遇到一个 跟我的成长经历 三观都这么相似的人 你在台上的一言一行 我觉得你不说我都懂 因为我们过去都非常忙碌 我过去一年半飞了40多次 我经常在出租车或者飞机上改PPT 然后电话会议 所以我理解你刚刚说的所有的忙碌 并不是我们刻意而为之 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很清晰的想法 我觉得如果今天 你也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的话 我很希望未来的五年 十年 我们可以一起实现彼此的梦想 互相成就 我也想你在空闲之鱼 可以做我的大男人 明白 明白 谢谢 我也想上去高高 你也想要 什么 现在啊 4号 凯亮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我对你没有任何好感 这也太直接了吧 那我觉得二号比较适合你 不好意思 冯爷 冯爷 我反正 女儿 你听我讲 这凯亮我是决定是要的 今天太发展 太精彩了吧 这个 我不要 妈妈 叶登 老丈人喜欢这个女婿 这个姑娘 你听你听我讲 爸爸以前都会听你的 但这一次你要听我的 这个女婿我是决定是要 你难道你只要为她一张手 失去那么好一个男生吗 你对她不满意的原因 没有好感 我觉得你太大男子主义了 然后身高也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就整体的型 就不是我喜欢的型 还是要女儿喜欢呢 这个舞台带父母来相亲 我们最后的决定权 在当时自己不是父母 孟爷爷 你知道这个姑娘 又跟我讲一句什么话吗 你要干嘛 你自己说现在 我也想有一个机会 我也想有一个机会 有喜事喝好酒 狼牌特区提醒您 精彩稍后继续 国民男庄海兰之家提醒您 新乡亲大会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来自四川农乡正宗的狼牌特区 独家冠名播出 有喜事喝好酒 狼牌特区相伴永久 海兰之家男人的衣柜 本节目由国民男庄海兰之家特约赞助播出 正品拼购上苏宁微信搜索 苏宁拼购小程序领188元新人礼包 喝口长知识了解锁恋爱新方式 本节目由君乐宝长知识了知识酸奶 指定播出 呵护你的爱健康每一天 感谢个人护理品牌ABC的支持 孟爷爷 你说这姑娘又跟我讲一句什么话吗 你要干嘛 你自己说现在 我也想有一个机会 难怪每一个答案她都能打出来 我刚问她是不是因为喜欢她 是因为我喜欢她 所以她的每一个细节和喜好我都了结 我的妈呀 我想问一下凯亮 她跟你到这儿来做亲友团 这个事是她提的还是你提的 这个事情是她提的 本来是我妈妈过来 然后我妈因为家世的关系 她就一直有这个要求 其实当时我听到她说 她要上节目第一想法是说 要不我自己也报一个名 然后要求跟她一起 但是其实理性地去想的话 也不可能就那么快去安排 因为就是过年的时候 我才知道她要上这个节目 所以我就去问她 我说你的亲友团 是你爸爸妈妈一起来吗 然后结果没有想到 就正好她是说她父母有事 只有她哥哥来 然后我就心里就在想说 不管怎么样我想要争取一下这个机会 那你的这种喜欢 为什么没有选择在生活当中 跟她表白而放到了这里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其实一直就是我对她是有好感 但是我其实不算是那种会很主动地去表达自己感情的人 我都是那种默默地 就像之前一直在公司的时候就是 我有去做那个蜂蜜柠檬水 就是淹了一大罐柠檬 其实我是为她做的 但是我不敢说 到去年11月份的时候 她就去了北京 就离开了那个公司 我当时想的就是说 要不就让时间就慢慢地就是算了 但是过年的时候 听到说她要来上这个节目 你觉得要错过了 是这意思吗 就是感觉自己的东西好像 就真的要被人抢走了那种感觉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在工作当中感觉到一丢丢这个女孩 有可能会喜欢我吗 其实 其实会有一点点感觉 孟老师 孟老师 我有一个提议 你说 你先说吧 因为我对男嘉宾爆灯了 但这也是一个很公平开放的舞台 所以我有个提议 就是我觉得那位女嘉宾 如果是一直喜欢她 也不妨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表白 但是我相信男嘉宾 会有自己的选择 加油 最后一个问题是 就是你现在想清楚 她被拒绝了之后 你能不能接受这个结果想好了没有 我可以接受 来 到这里来 加油 我越来越爱 快给我大声个告白 爱就爱马上要精彩 不要再拍 我问她的情侯或早白 只要被你崇拜 你面前站了三个女孩 四号女生明确地表达了她对你 没有感觉 有请四号 谢谢 喝口掌知识 追爱追到底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我可以分别问吗 因为现在此时我有点有点 因为这个情况有点特殊 本来我们的规则是同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鉴于刚才发生了这么一点小意外 我可以让你分别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刘静 你是什么时候 对我有这种恋爱的感觉的 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四个人一起去日本出差的时候 就最后留下我们两个人 我发现你也是在有一些细节上面 也是比较照顾我的 你正好也是我喜欢的那种很正能量 很有自己目标的那种类型 静静说完了 到处处 我想问一下您就是 因为你的家庭也是说 你也是一个很偏执的人 因为偏执会产生很多火花 你是怎么处理的 对于我来讲 与其说是偏执不如说是一直很坚持很独立 因为我从一年级在外寄宿 到后来自己去不同的城市 去美国留学 我都是一个人 所以在他们看来是因为我对一件事情的执着 不放弃 但是如果我们两个走到一起 真的面临这种分歧的时候 我会以你的意见为主 因为我相信你是可以hold住我 可以做领导的人 另外我想补充一点 我其实也不乏追求者 但是我相信不管是今天还是未来 如果你选择了跟我牵手 只要我们足够相爱 我们都能处理好 好 你现在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有喜事 喝好酒 狼牌特训 相伴永久 静静和楚楚 你的选择是 đang小火 担心地 没事的 没有 2号 好 我的天 好强 我觉得这是爱情 这是爱情 这是爱情 这还有这个以外 那没办法 请嘉宾进入 有家有爱的 在欧派幸福空间站 刚刚她上来 要表达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都是懵的 我认为她是想借着机会来透 凭她的勇气 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就不选她的话 我觉得会 给自己会有留下遗憾 我想问一下 凯亮的哥哥 你有想到他会做这个选择吗 我没有想到 你认为他会选楚楚 对 我觉得刚刚楚楚的回答 是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唇夜里为什么要哭啊 我也不知道她点在哪里 天哪 好浪漫啊 因为这个女孩在旁边 她很胶 又很胶着 然后我刚也觉得胜算不大了 因为他哥哥讲说 他说如果我了解我弟弟 如果我弟弟生活中 工作中喜欢他 他应该在生活中就会接受他 所以我一度都觉得 那个已成定居了 但真的没想到 你真的是个假哥哥 我真实的感受是 他在最后做决定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把握他会选谁 我认为他选谁都非常合理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 我的感受是 唇夜 我们应该注意一下 我们工作当中 我们的同事当中 其实是特别容易产生感情的 为什么 有上进心的那些年轻人 现在在他们这个岁数 都在事业打拼当中 工作占去了他们很多的时间 而相同的这些年轻人在一起 他们的奋斗 他们的才华 他们的幽默感 他们的兴趣爱好 是最容易被同事首先发现的 所以在工作当中 建立起情感这种事情 应该是很能够理解的 这些年轻人的感受 正品拼购上苏宁微信搜索 苏宁拼购小程序领188元 新人礼包 此刻我现在 现在我没办法说出自己的感受 又很懵 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出 二号它跟我一样的偏执 我不会找我跟我非常像的 然后我也是非常欣赏 牛津的勇气 我很感动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去在一起 然后进一步的去了解 找到更多的我们的爱好 我们的契合点 我相信我们俩会 就是更加进一步的磨合之后 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有喜事 喝好酒 狼牌特区 相伴永久 邀请下一位男嘉宾 我们就出去了 好帅 好像很高 我感觉 有高 好帅 你瞧瞧那边 他站起来了 爆灯了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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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太快了吧 我喜欢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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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宋元明 然后我是来自香港 老家在北京 目前是活动策划的公司CEO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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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平时做事可能会有一点犹犹豫豫的 但是我如果遇到了喜欢的人 我就会非常果断 就像我现在遇到了你 谢谢 谢谢 3号很漂亮的 阿姨 我看见了 怎么样 喜不喜欢 稍微严肃了点 你觉得帅吗 我觉得很帅 好像 那边是你的 有喜事喝好酒 这里是狼牌特区幸福守护区 我妈妈和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客户 你的客户是不是在一起很多年了 对 我们不是在一起很多年 不会又是同样的故事吧 不会 她会不会默默地喜欢你很久了 对 要不然你现在就说 不要让我们弄了半天之后 其实我喜欢 有 我喜欢 刚刚那个男嘉宾 我以为是抢亲的快乐的 你一点都不会喜欢她的对不对 对 正品拼购上苏宁为爱而评 下面选择心动家庭 先点一下 点一下屏幕 6号 4号 4号妈妈 男嘉宾您好 您好 我想你高挑手应该也是很大 一定是我女儿喜欢的类型 谢谢 谢谢 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有适合的 爸爸说呢 对 是的 您爸爸受了刚才的重创了之后 好像沉默了许多 别说两分 我想问一下 林婷君表达的 第一 手要大 第二 他要咬她 作为父母 你们怎么理解 他喜欢咬人代表着什么呢 他喜欢咬人 其实轻轻地咬 咬就代表爱 对了 咬我 对 我懂了烙印 爱的烙印 你会喝酒吗 郎拜特区 我可以试一下跟您请教一下 看样子也是个不服输的 5号 男嘉宾您好 我们是香港人 没有 高控帅 没有 还有一点奶 对我来说 对你来说 我们甘乐是挺好的 那你等一下看看 好的 好的 6号爸爸 男嘉宾长得很帅 跟我女儿身高非常配 谢谢 为了我表达对你的喜爱 为你唱一首歌 我的天哪 我妈妈唱歌了 我慢慢的贫血落下的声音 庞复是你陪着我叫琴琴 睁开了眼睛 满年的血无情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谢谢大家 男嘉宾一定要关注 6号 刘宇吗 好的 棒棒的 还真没看出来 6号爸爸的那个样子 倒不像一个能在舞台上唱歌的样子 看着你很严谨是吧 健康的ABC 客户爱情每天 下面看男嘉宾的短片 我的人生就像平安的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不断地告别刚刚熟悉的地方 我叫宋元明 我现在是个创业者 同时也是国际一共协会的副主席 从香港到宇宙 然后到北京 最后到英国 各地的求学经历 也让我适应了不同的文化器 现在我在香港创业 致力于推动香港内地的交流和发展 太优秀了 有点 我觉得 我也觉得他太优秀了 生活中我是个能动能静的人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最喜欢让电影来陪伴我 我好喜欢看电影 从17年到今天 我看了几万部电影 我同时也是个狂热的余爱好者 就是由于对曼联喜爱 我才选择去英国曼车斯特留学 我也希望未来的女友 能陪伴一起看球 当然愿意啊 我可以讨厌看球 我现在如此努力 是因为总是喜欢上 比自己优秀的女生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对女生的要求也很高 对我将近自己的标准 我希望她能跟我一起成长 在我低超的时候 能与我一起携手同行 我会全心全意对你好 你 能包容我吗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个球队的 我应该都18年前吧 18年前 就是我12岁左右吧 5号 男嘉宾你喜欢打羽毛球吗 我足球 篮球 羽毛球 网球 把阿高尔服务都玩 你要不要现在打一个 没有 我可以唱首歌也可以的 来 好 来吧 我爱上客 请人打给我 唱着老前伦的生活 grupp层 这是奈求乎著他的感受 绝有被人篇秀的跳球 好可爱 好可爱 别唱了吧 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调过 你的眼神只有我 呜呜呜呜呜 我尽尽的像你和你说的爱我 还曾会为你给我的幸福 我尽尽的尝一口不想会认不多 但是这个把爱全给我 谢谢 好棒哦 来来来 他还自带一小啾 2号 男嘉宾你好 首先你真的非常的帅气 连我这个弟弟都被迷住了 没有开玩笑 然后就是我姐姐她也非常的喜欢唱歌 那我想让弟弟的声音来让你幻想 你要唱一首是吧 对对对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是卡拉OK大赛吗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唱出姐姐心中的曲折 我尼 我想她很适合做你的女朋友 幸福的空气转折 谢谢 大神 哇 我觉得我弟会圈粉 5号来一个 我们唱爱亮代表我的心 我不会背的 没事我陪你一起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爱一爱 你去爱一爱 原谅代表你的心 可以吧 爱 来 现在到靳文婷妈妈演唱的时候了 对 我指的手都酸了 沐老师 你把那个奶茶放下来 不 沐老师 我女儿说 她看到心意的男嘉宾 叫我给男嘉宾喝一口奶茶 我今天拼了 来了 今天每个妈都控制不住 要往台上来 好 原谅 你好 你喜欢漂亮的女生吗 喜欢 我女儿别人都叫她奶茶妹妹的 我都可以捧在手心里 不 我为你 我为你 你妈妈好会 合适吗 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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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你手有点凉 不用紧张 好 这是家庭 你们不是吃锅 你们是啊 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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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差不多了 可以下去了 下次我让他们做舞美的时候 把这个台子拉一圈电网 你喜欢看电影 在看的这么多电影里边 你找几个人物跟我描述 你最喜欢你未来的太太 或者女朋友是那样的 就是像那个神雕侠女 那个姑姑刘亦菲吧 对 我们女儿就超像刘亦菲 是我吗 六号妈妈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女儿自己就说 她特别像那个小龙女 天哪 我女儿特别 富外貌美 大长腿 大张伟 大长腿 大长腿 不是大张伟 抱歉 抱歉 大张伟 你猜猜像我这样的老男人 你们会喜欢电影里边哪一种女人 您呢 刚才也头身的那样子 没有 我好想知道答案 我喜欢米拉乔沃围棋 一听这名字就很厉害 你其实根本不知道是谁是吧 谁啊 就是《生化危机》里边的女一号 哇 不是那种战靴酷酷的那种 知道为什么吗 人狠话不多 特别能打啊 从一个小姑娘她打成了一个中间妇女 还能不能打 喂 喂 你好 孟大哥 我是一号女嘉宾赵美玄 就是把声音可不可以扩出来 好的 一号的声音扩出来 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您VCR里说 您喜欢比你优秀很多的女生 我想知道是不是 比如说我的工作没有你好 我的收入没有你多 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去追求你了 其实不是的 我的是看中这个 他的会不会做人呢 就是他带人接物啊 礼仪啊 能力 这是综合起来的 而不是说你只看一个方面吧 好 谢谢 谢谢 恭喜你进入到了反转阶段 上去灭掉 自然弄回来 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 真的非常的漂亮 不用考虑去那边吧 这是男生 我们灭不了的 哎呀 干妈要出来了 哎呀 抱歉 抱歉 真的 我女儿特别特别 你让观众说的 对 不要灭 不要灭 哎呀 老漂亮了 抱歉了 抱歉 对了 抱歉 对了 抱歉了 我回香港请你吃饭 对了 抱歉 真的 香港女孩你一直见一下 我女士太抢手了 你很容易 你一胆在我下面想 对了 你一胆在我背上啊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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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了我钱你吃饭 回香港请你吃饭 你记得我啊 我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 还有意义 你还有一点 大家是一号还是六号 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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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一下我们一号 我们一号是小龙 来吧 我相信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也是不知道你们在哪里 也是请你们吃饭 一般来说每次到这个环节 我都到外边这买张报纸 看完你们也差不多了 来看两个家庭的背景资料 金文婷23岁 小学英语老师 刘雨萌28岁 上市证券公司营销 见面随时随地 实时视频相亲 下面进入真爱APP 甜蜜情报环节 我是金文婷妈妈 我特别喜欢小狗 我宠她 她宠我女儿还好 你看这么调皮 我都宠她 你看电视 她电视 她电视 她大坏啊 你看 过几天姐姐要去拍了 好可爱 我要上电视 给姐姐找个男朋友 她太适合了 不要这么开心嘛 下一条 我特别喜欢拍照 年轻时候就很喜欢拍照 很多人都说我非常像那样 哇 真的好像 像天阵 像 像 像 但是我最早出现明天照的时候 叫了一些那些照片 给我演示 看看 回头绿板 绿绿板呀 我希望未来的庆年母 和我们一起出去旅游拍照啊 13位中药组方守护咽喉健康 下面进入蔓延树林提问时刻 我想问两位家庭 你们心目中的女婿是什么性格的人呢 就是你这样吗 就是你这样的 然后你把它牵走好了 牵到哪里 牵到哪里 牵到哪里都好 不要回来了 6号 我女儿就是也非常独立 她在悉尼自己生活了7年多 上的了冰糖 下的了书房 皮肤特别白 看着她爸爸就特别白 亲友团妈妈要不要 我想问两个家庭一个问题 你们的女儿如果去亲友家的时候 于静门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3号 我女儿很懂事的 如果第一次到别人家去 她就会换好鞋 跟着家人一起倒茶什么的 一起做 谢谢 来 6号 我觉得应该是先敲门 然后我觉得 敲门开始 这边从换鞋开始 对 这边就是微笑问好 然后展开话题 那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 我父亲这边兄弟子为9个 过年我一去 爷爷 奶奶好 姨奶奶 姨爷爷好 大姑妈好 大姑爹好 二姑妈好 二姑爹好 三姑爹好 三姑妈好 等我全校一变 10分钟过去了 对 最可怕的是 吃完饭走了 好不容易熬到我要走了 说跟长辈打招呼 我又再来一遍 对 海澜出家 为你打造满分第一印象 有请3号 6号 我们来看一下宋元明妈妈她们选的心动家庭是哪一个 5号 有眼光 你自活了她 宋元明妈妈为什么选5号 从外表看出的清堂 入的厨房 因为我看她母亲很贤惠 我相信她家务也不会太差 还一个是同事香港人吧 可能吃喝比较相近 婚姻和爱情不一样的 你吃辣的和不吃辣的 就没办法一起 所以我是从这方面考虑的 谢谢阿姨 好 看看5号的背景色的 刘芷莹 29岁 羽毛球老师 最好成绩是 香港第一名 好 三个女生 开始 男嘉宾 你好 首先你一出场 我就为你抱灯了 因为我看到你的外形 我喜欢你的小眼睛 喜欢你的小兔牙 然后喜欢你身材特别好 你说到你喜欢做公益 然后我们两个人如果在一起 拥有爱 然后去给予爱 去帮助更多的人 这是我非常希望的一件事情 然后总之很高兴遇到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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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点先气 她有点像那个刘亦菲 6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小问题 刚才看您VCR的时候 穿了一件衣服 好像是Alan Walker的 不知道有没有看错 对 你看得很细 对 没错 没错 然后平时也比较喜欢听他的歌 然后您说你喜欢看电影 我也比较喜欢看电影 然后我也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 可能在生活上 共同点还会比较多一点 好 谢谢 谢谢 5号 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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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刚刚说你喜欢飞 然后你工作也是就是在外飞 对对对 我们可以一起翱翔这个世界 爱你哦 我也爱你啊 我想问一下 这个5号是妈妈选的 对 但是你儿子当时灭灯的时候 并没有选 你是否坚持 是坚持一个就得放弃一个 那放弃谁啊 这对你决定啊 那那那好 坚持 坚持5号 来 我得问一下 你同意你妈妈的决定吗 你要坚持留5号的话 就得在3号和6号当中 你得先放弃一位 要听妈妈话 要听妈妈话 你好可爱 我觉得她要选3号 她肯定是选那个 3号 我放弃3号 抱歉 真的抱歉 好 喝口长知识 追爱追到底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星爷她有一部电影叫大话西游 我相信你们都应该看过 最后的结局是很悲伤的 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 让你重新改变这个结局 你们会怎么改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应该一起飞去太阳吧 然后都烫死了 轰轰烈烈烈的爱过一场 然后一起死掉 可以了 对啊 放开 好不好 对 6号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希望不要去改 因为我觉得这个结局 才是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如果至尊宝没有经历这些的话 我觉得她是不会 不会懂得就是说 什么是真正的感情 她也不会懂得 她到底真正喜欢谁 你心里的答案 要是你改 你会怎样改呢 其实我就是 你要打取团圆结局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太惨 真的太惨 按理那样拍 那就不是经典了 能够成为经典 保留在人们记忆当中 尤其是一代人的记忆当中的 那都是不好改的东西 的确 的确 有喜事 喝好酒 狼牌特区 相伴永久 你最后的选择是 喜欢不动的 小朋友 看小朋友 玩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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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是喝好酒 狼牌特区提醒您 精彩稍后继续 苏宁听过提醒您 新乡亲大会 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国名男庄 海澜之家特约赞助播出 正品拼购上苏宁 微信搜索 苏宁拼购小程序 领188元新人礼包 见面随时随地 实时视频相亲 真爱APP1.4亿 单身好青年都在用 我选择6号 相亲穿海澜之驾 遇见真爱著名成家 她一直非常喜欢 缘分啊 缘分 请嘉宾进入有家有爱的 都派幸福空间站 我觉得6号爸爸 好像有点小激动 对 感觉特别提醒 特别温暖 特别满意 特别满意是吧 激动了 我觉得她本人比镜头上要帅很多 谢谢 我觉得就是男嘉宁一出来 我就可激动了 觉得跟我女儿太搭了 有请新的6号家庭 好酷啊 阿姨 你喜欢这个名字 你这个别嘴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江亦泽 今年23岁 北京人 那么我是一名职业的美妆博主 希望你找到一个比较有意思 并且有上进心 眼里有光的男孩子 孟爷好 不改善 不改善 您辛苦了 大家好 我今天要开始之前 想对张亦泽说一声 想看你哭 想喊你闹 以为你是我的骄傲 谢谢你 世上爱情千万灵犀加偶最难求 所以说今天在新疆今天的大会上呢 我最希望江亦泽能够慧眼诗珠添偶加成 好的 欢迎你们求入座 有喜事喝好酒狼牌特区相伴永久 有请3号男嘉宾 来来来来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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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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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湾带来的恭喜书 谢谢 好有礼貌 他很滋稳 你好 谢谢 别拉过 点了不放了这个 你好 来 给我做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李典纯 来自中国台湾 台湾的 台湾是我的了 今年27岁 我现在是一名建筑设计师 像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讲笑话 然后我也希望找到幽默一点的女生 那边是 这位是我的妈妈 有喜事喝好酒 这里是狼牌特区幸福守护区 在我们幸福守护区的是她的妈妈 对不对 跟大家打个交换 主持人好 来宾好 妈妈看着好和善 希望儿子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有 当然是他们两个有话谈的 然后不排斥 我有养小动物 都有 我们 我们 全部养小动物 大家都有小动物 全养 然后我看王楚楚弟弟的表情是这样的 这边都觉得她一看 那我也养了 正品品口上苏宁为爱而平 下面选择心动家庭 不要说出来写号码 刚才赵美璇爆灯了 我们听一听一号女生有话要说吗 你好我是一号 你好 就是我看您就是说外型特别符合我的喜欢 就有点害羞 反正你说你妈妈喜欢小动物 特别喜欢小动物 除小就养小动物 现在家里有两只猫 所以你一定要多多 多多注意一下我 谢谢 谢谢药女嘉宾 谢谢 喂 孟爷爷你好 我是五号女嘉宾 可以叫干妈接一下电话吗 五号干妈 我刚想找你干妈接电话的 喂 喂 干妈你为什么不讲话 我没机会 对不起这怨我 我刚想给你干妈说话 对不起 没机会 因为我觉得她很好 很好 我知道 你不知道怎么说 你真学习吧 跳个舞好不好 不要 不要 姑娘我建议不要 不要 要孟茴 孟茴老师 孟茴老师给我的机会好不好 你说话 可以 我主要是说 我感觉你好优秀 那干妈就喜欢跳舞 我也是很潮流的 我现在七十岁了 七十岁 七十岁 所以我今天就是希望 孟茴老师让我出去跳一下舞 开开心可以吗 你开开心我们很高兴 但是我们认为你的舞跳得好不好 和她选不选 肯定物质很好 来 来 来 跳一个 跳一个 我觉得我女儿一定唯一 我觉得我女儿一定唯一 要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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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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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很棒 这一刻吧 可以啊 阿姨 哇 厉害 很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干妈 谢谢 健康的ABC 多顾爱情每一天 下面看男嘉宾的短片 建筑师毕竟是伟大的雕塑家和豹家 如果他不是 他只能算是个建筑者 哇 很帅 喜欢画画 我是李简纯 来自中国台湾 台湾名传大学 渡南大学建筑研究所 双联培养硕士毕业 现在在台北创立一家建筑设计的个人工作室 曾经踏遍了土国的河山 登过岳阳楼 黄鹤楼 还在硕士时间参与了贵州城乡发展计划案的规划 现在正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 和我一起探索古老的埃及 我曾经有一段长达十一年的单恋 十一年 单恋 我看见了一个女生第一眼就好喜欢 然后我开始每两个礼拜就向她告白一次 好坚持啊 我会给她买饮料买巧克力买花买胸 但是她总是会当作我的面 把这些东西分给其他的女生 我还是不停地告白 告白到全校都知道我喜欢她 在我追求她的这几年中 她其实有很多段稳定的恋情 我就只能默默地看着她跟其他男生在一起 再默默地等着她分手 好可怜哦 很勇敢啊 现在很多男生都不会这样了 最后我把这十年来的心路历程 掏心掏肺地打了两页的简讯传给了她 结果她已足复毁 哦 哦 心已死 有点傻啊 那次之后 我觉得我该醒了 但念没有好下场 也造成别人的困扰 在爱情中 自己往往会无底线的人了 初见女友曾经对自己异常的冷漠 天不睡人愿 在当面招抱她劈垂之后 明明是应该我该生气的事情 但是后来 我却开始求她不要离开我 就差跪下来而已 但是她还是离开了我 她怎么这么痴情啊 现在的我 想找一个爱我的女孩 一定要确认对方对我有好感 我才会去追求 我喜欢有一点小幽默的女生 也一定要能懂我幽默的女生 你那段那么悲催的感情 持续了多长时间 当店的时候大概是十年左右 好久 可是她感觉很专情 你确定你第一次向她表白 让她知道你喜欢她是什么时候 就是小学三年期的时候 我看到她的第一眼第一天 她会觉得可能我第一个 我来得太突然了 就突然间一见钟情就告白 一个小女生说爱情来得太突然了 她们又做好准备是吧 我就想两个小朋友之间是这样表白的 我要跟你结婚 她说太早了 我们还太小了 其实我觉得 在那么小的时候 懵里懵懂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男女关系 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喜欢呢 实际上是孩子似的喜欢 对 跟爱情没有关系 但是喜欢着喜欢着 人都在长大嘛 你长着长着就通事了嘛 长大了以后你还喜欢她 那最后的那个 你每一个月都要去表白一次 已经不是爱情了 你是要说服不了你自己了 对 所以我后来理解到说 如果我喜欢一个人 那如果他对我 没有相同的感觉的话 我这样子不断地去告白 有时候可能会变成一种骚扰 所以我后来我也就是放过别人 也放过我自己 哎 这个话特别好 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我觉得他性格蛮好的 是啊 但是他的经历也太像了 喂 喂 孟爷 我是6号姜云泽 然后让我闺蜜接着电话 6号 喂 喂 胖丁 那个就他不是11年吗 我那10年所有感触还挺深的 想问一下 就是他首先他确定 他忘记他前女友了吗 对啊 好重要啊 嗯 问得很好啊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然后我朋友说 他就之前有跟你类似的经历 然后他就想问问你 你确定你现在忘记了你的前女友吗 那居然那个伤痛如果那么深的话 其实我也自己挣扎了很久 可是当我今天醒过来 站在这个舞台 代表我已经把过去的事情忘记了 刚才6号电话里边说 他有跟你差不多相似的经历 他刚才问的那个话那个词啊 我就觉得 你有没有忘记你的前任 我就是跟6号交流一下 我认为他要真说忘记了 我一定是假话 我觉得也是 你还别说喜欢了10年的异性 10年前一个邻居 我都还记得呢 我都不可能把他忘记的 只是说你有没有把这段情感放下 开始新的生活 对 而不是说忘记 怎么可能忘记 他要跟你说我忘了 那他肯定是骗你的 就像你也不可能忘掉 你前面那个10年的恋爱的人 你也不会把他忘记的 只是你已经可能把他放下了 我可以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开始面对新的生活而已 是的 孟严说得太好了 3号 喂 喂 孟严你好 我是3号女嘉宾 我想 我正在点你们家说话 我想找一下我闺蜜 3号闺蜜 那个我觉得他长得好像钟翰良 我觉得好帅 你不是说你像钟翰良 然后你多帮我争取一下 好 然后你让他讲几个冷笑话 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我闺蜜呢 她说你特别像钟翰良 对 还有她说你比较幽默 对 你能不能讲个冷笑话 给我们听听 我想要打开那个女嘉宾们 所有的麦克风 我想要听她们的反应 对 二线上所有女生的麦克风都打开 她要说一个冷笑话 有一天呢 有一只牙签走在路上 走 然后突然间看到一只刺蜗来的 然后你们知道牙签说了什么话吗 她说公交车来了 然后她就爬上去 什么意思 四位载着牙签 四位载着牙签 哦 公交车来了 我觉得这首歌很好笑 怎么办 没有很热烈 再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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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要笑好不好 好 好 因为你嘉宾好 有一只鸡呢 它很喜欢站在海边 那 你们知道 它为什么喜欢站在海边吗 为什么 有一只什么 吹风鸡 因为它是吹风鸡 它喜欢吹风 我觉得好好笑 她们的笑蜜都很善良的表达 好 好 上去灭掉 四人都回来 她也很喜欢你 你要 给我们机会吧 老乡完了 是 谢谢您 我不要来 我会讲柄男话的 来自台湾了 来台湾了 下次下次 等一下 很优秀 你别来了 她差了回马桥 你别吓了 你别吓了 她们投票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天啊 怎么办 阿姨你这样子坐着 我担心对你的脊椎 会不太健康 好聪明 好聪明 儿子 请说 你按N吗 马来话N吗 不要N吗 回台湾再相见好不好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 还要再比一个吗 可是很难选 好紧张 这是我的时刻 R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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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啊 你听错了 你听错了 好 我们再来跳一次舞 不不不不 挡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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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后悔吧 期待 期待 来看1号和3号 两个家庭的背景之内 赵美玄25岁 短视频博主 金文婷23岁 小学英语老师 见面随时随地 实时视频相亲 下面进入真爱APP 甜蜜情报环节 我呢 从小是姥姥姥爷带大的 在我还是一个小婴儿的时候 就已经在他们身边了 我生病了 姥姥都是半夜 背着我去找大夫 但是我当时小 不懂事 就是总觉得朋友是最重要的 可是现在还后悔 后悔也来不及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要对自己的家人好 下一条 我从小呢 就想当一名老师 在大学选择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师范专业 我印象很深的是 在大学的时候 有实习过一段期间 去教了一个班的学生 教了两个星期 在分别的时候 都给我们老师很多贺卡 还有送别信 让我很感动 我觉得教小孩会有一种收获感 还有成就感 十三位中药组方 首顾咽喉健康 下面进入脉严肃的提问时刻 叔叔 阿姨 阿姨们 你们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 你们对你们女儿未来的生活 的家庭规划 有没有什么大概的想法 这个随便嘛 不管我什么事 我在这儿自己签自己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男方在哪里 我们这个女儿就跟去哪里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我是听我女儿的 女儿 女儿要 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 我是不是为的 我这个在母娘 没什么要求的 真的 很开明 很开明 很开明的 只要你赶紧把她的女儿 带走就好了 走就好了 对 妈妈真的是 海澜之家 为你打造满分第一印象 有请1号 3号 这两个都很像小公主 对 阿姨没骗你吧 正体评斗上苏宁为爱而评 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选择的心动家庭是 看一下2号家庭的背景资料 王楚楚27岁 广告公司客户总监 来 三个女生可以开始了 1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就是看你第一眼我就觉得 是我喜欢的类型 然后你说你喜欢有善良的女孩子 然后我会定期给孤寡老人这种捐款 还会给流浪猫啊 流浪狗去做义工 我觉得我还蛮适合你的 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金文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金文婷 然后我觉得你出来的时候 感觉比里面看起来更帅了 然后我在生活中也是一个特别搞笑的 特别无厘头的一个人 然后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画画画得很好看的男生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挺配的 谢谢 谢谢 2号 首先非常谢谢阿姨 选我们家庭 我心动家庭 然后男嘉宾 其实从你一上场 我对你是非常有好感的 但是我表现得不会那么明显 如果男嘉宾 你也对我有好感的话 我非常愿意和你从朋友做起 好 谢谢 我现在问一下男嘉宾的妈妈 你是不是坚持2号 坚持还是不坚持 坚持 不坚持了 来 谢谢2号 你会直接来跟我说 还是说你会等着做出一些行为 然后让我来跟你提分手 我会直接和你讲的 因为我觉得不能耽误我们两个人 好 谢谢 谢谢 我了解 3号 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男生很少会说分手 就是他会拖在那边 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耽误两个人的时间 所以还不如早点放手这样子 好 我了解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游喜事喝好酒狼牌特区 相伴永久 1号 3号 你的选择是 很好 游喜事喝好酒 狼牌特区提醒您 精彩稍后继续 新乡亲大会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来自四川农乡正宗的 狼牌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有喜事喝好酒 狼牌特区相伴永久 本节目由欧派高端全屋定制 指定播出 有家有爱有欧派 见面随时随地 时时视频相亲 真爱APP1.4亿 单身好青年都在用 本节目指定乌档产品 蔓延苏宁 要您共同守护咽喉健康 呵护你的爱健康每一天 感谢个人护理品牌ABC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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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姨 太知道了 太知道了 风爷爷 其实我今天还要准备一个惊喜 其实我已经替我未来的家 已经有一个想象蓝图 来 大屏幕看一下 这是你设计的 对 因为我希望我的床旁边 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落地窗 我每天起床的时候 都可以感受到阳光照进来 来帮我们叫醒 我在这个时候 不太合适地打上说一句 设计得非常好 我个人就推荐一下 欧派全无定制就好了 别的不说了 请嘉宾进入有家有爱的 欧派幸福空间站 穆拉斯特 谢谢你了 我爱你 高兴了 这个 我觉得你们看看这个3号的妈妈 乐成什么样了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你为什么会开心成这样 我想问一下你有几个孩子 就一个 轻生的 祝他们幸福 然后好像现在还是有点紧张 觉得这一期好像是 太梦幻了 不真实 我希望能够一见钟情 然后一声钟情 这一期播出之后 你是有电子陪 找他们两个去陪偶线去呢 陪好了我去看 天天看 我女士 我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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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爱 依贵 真爱APP 蔓延树林ABC和广运运订坤丹 对本栏目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陆大蓝金APP 新浪新闻 今日头条 搜狐新闻 腾讯新闻 凤凰新闻 UC头条 扎克尔 一点资讯了解节目相关信息 同时可以上 新浪娱乐 搜狐视频 凤凰娱乐 三六零娱乐 人民网娱乐 百家号了解相关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